2005年8月,黄胜一主动联系记者表示,愿意不惜一切代价,不只是赔钱赎身,哪怕是离开演艺圈也在所不惜。 那一刻,黄胜一与周星驰之间的恩怨不再是背地里的你来我往,而是正式的大白于天下。 众所周知,黄胜一是出演了周星驰的电影《功夫》而名声大噪,是一位很成功的行李牢。 黄胜一怎么都没想到,名气来得很突然也很快,但失去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。 2005年8月,黄胜一四次接拍某杂志的性感写真,让周星驰勃然大怒,对于黄胜一四次接活。 他表示,黄胜一有唯一位条约,直接将其进行完线,亲事业草,但黄胜一也不是好欺负的,宣布单方面与公司解约,并且在媒体面前哭着诉说周星驰的凭种罪状。 那时的黄胜一似乎所得心要与周星驰老死不相往来,2007年1月,黄胜一胜诉,从此之后,周星驰再也没有在任何公共场合提到过黄胜一的名字。 后来黄胜一表示,周星驰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导演,而且非常感激他能让大家能够认识我,我觉得他一直会是我一辈子的恩人。 而周星驰直接回应道,我不认识他,周星驰与黄胜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,没有知道当年两人到底有多少恩怨情仇。 没有,没有,没有。